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个月的净利息收入按年增长2.4% 上半年的业绩占风龙投行和市场全年预估的42%到43%符合预期 随着印尼央行在去年6次升息可激励贷款业务 但行家认为印尼马银行的净利息赚幅按计增幅却有限 风龙投行维持印尼马银行的财政预测 对集团税前盈利贡献6%到7%比例不大 由于马银行在大马银行业的领导地位和区域事业版图 加上受外资卖压冲击比较小 投资前景好 行家维持买入评级和10令吉30线的目标价格 对集团 感谢观看